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颓废男穿越满是丧尸的街区买饮料 回家后竟然毫发无伤的 丧尸喜剧电影《僵尸萧恩》 大家好,这里是网地江电影 你知道一个人能废柴到什么地步吗? 镜头前的男人名叫萧恩 是一个彻头彻北的废柴 都快30岁了,却没房没车没存款 整天浑浑噩噩谎话连篇 当了十几年的家电售货员 连小孩子都看不起他 然而,这种工作他都不好好干 顾客让他帮忙介绍一下电视 他就拿一哄气随便换几个频道 晚上一下班就去酒吧里抽烟喝酒 但谁能想到,这样的人竟然有女朋友 女友名叫丽兹 两人相处了三年之久 时间一长,丽兹也开始有点受不了他了 原来,萧恩的好基友艾德是一名死肥宅 整天和萧恩黏在一起抽烟喝酒打游戏 跟萧恩相比,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要说唯一的特长,那就是扮演红猩猩 但两人的关系就是好的不行不行 萧恩为了丽兹决定不再沉迷 改正自己浑浑噩噩,缺乏上进心的懒散习惯 并答应丽兹,明天就带他去吃海鲜 好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可到了第二天,萧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又开始了浑浑噩噩噩的一天 此时,广播新闻正在报道 一艘太空探测船意外坠毁 然后就发生了很多怪异事件 大街上突然倒下的男子 电视里被人狂追的妇女 还有在公园吃鸽子的老头 这些现象貌似都在暗示着地球即将发生一场灾难 但萧恩根本懒得关心这些 直到下班他才终于想起 自己好像忘记预定残桌了 赶紧来到丽兹家道歉 可这次丽兹是真的生气了 正式宣布要跟他分手 然后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到了晚上,失恋的萧恩来到酒吧借酒消愁 偏偏这个时候一旁想起了这首歌 好在,机友爱德对他不离不弃 陪他一起喝酒还逗他开心 两人一直喝到酒吧打烊才离开 没想到,刚出酒吧竟然遇到了一只丧尸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跟对方玩起了二重奏 回到家后,两人又接着继续嗨 殊不知,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了地球 第二天早上,萧恩从宿岁中醒来 又像往常一样浑浑噩噩的出了门 大街上已经被丧尸占领 还活着的人只能慌忙逃跑 然而,这个逗逼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漫不经心地走进超市买饮料 但超市老板早就跑路了 回家的途中,他甚至与几只丧尸擦肩而过 要不是因为他是主角,估计早就挂了 刚回到家,发现艾德竟然破天荒的没大游戏 而是站在窗前恋恋不舍 原来,史后花园不知何时闯进来一个怪异的妹子 两人立马走过去叫他两声 妹子却没反应,又捡起东西打他一下 妹子缓缓转过了头 只见他面容呆滞,皮肤惨白 显然是变成了丧尸 但两人却以为他是喝多了 妹子直接冲上来扑倒了萧恩 艾德发现了不对劲 赶紧回屋吵家伙 萧恩终于忍无可忍 就算我长得帅,你也不能这么猛啊 一把推开了妹子 谁料用力过猛 妹子不慎摔倒,被一根铁棍扎穿了身体 可下一秒,妹子又缓缓站了起来 两人这才联想到了丧尸 然而一转头 后花园里不知何时又多了一只胖子丧尸 吓得两人赶紧回屋报警 却发现所有紧急电话都在战线中 看着窗外那两只还在张牙舞爪的丧尸 两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呀 要不坐下来歇会儿 此时,电视新闻中正在报道 事态已经愈发严重 整个城市都已经沦陷 政府呼吁还活着的市民一定要关好门窗 萧恩这才想起自己好像忘关门了 下一秒,一只独臂丧尸闯了进来 可把两人给吓坏了 手里得到什么就扔什么 最后艾德一烟灰缸砸下去 终于达到了丧尸 但还没等两人松口气 后花园的两只丧尸也要闯进屋 这时,电视新闻开始提示市民们 对抗丧尸一定要攻其头部 毁其大脑 才能完全杀掉他们 于是两人一和解 正好拿后花园的两只丧尸练练手 他们搬来一大堆杂物 瞄准丧尸脑袋就开扔 发现音乐唱片扔起来很顺手 于是又搬来了一大箱音乐唱片 不过,这张是限量版的 不能扔 那张是肖恩最喜欢的也不行 算了,还是铁锹棍棒更好用 两人抄起家伙一狠心 猛锤丧尸脑袋 完事后赶紧喝杯咖啡压压惊 这时,电视新闻又开始提醒市民 正常人被丧尸咬伤一段时间 也会变成丧尸 所以,如果你知道谁被咬了 一定要将其隔离 若是情况严重 也可以将其击杀 肖恩一听 开始不由地担心起了粒姿 想要给粒姿打一通电话 却根本没人接 不过,他接通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说 他的继父被丧尸咬了 现在身体有些不适 肖恩一听 第一反应就是 母亲的处境很危险 他们必须要去杀掉继父 还要确定一下 粒姿是否安全 不过,在行动之前 要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 肖恩的计划是 开楼上室友的车 去母亲家杀掉继父 并带着母亲去粒姿家 等待一切风平浪静 爱德一听不乐意了 如果他想抽烟喝酒怎么办 于是肖恩立马更改计划 先开车去母亲家杀掉继父 并带着母亲接上粒姿 回到这里等待一切风平浪静 可这里好像不太安全的样子 肖恩灵机一动 先开车去母亲家杀掉继父 然后接上粒姿 带着一家人躲进附近一家 名为温彻斯特的酒吧 烟酒滚够 就这样等待一切风平浪静 哦耶 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完美了 但问题是楼上的室友不大好相处 能把车子借给他们吗 结果肖恩上楼一看 差点被吓死 原来室友早就被丧尸咬了 然后在洗澡时候发生了失变 成了一只裸体丧尸 两人开上车子赶紧留 并按照计划来到了肖恩母亲家 没想到继父竟然有一辆解报 爱德当时就心动了 表示要在外面望风 肖恩也没多想 便独自一人进了屋 看见母亲安然无恙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么接下来就该办正事了 他抄起手中的棒球棒 刚要下手 继父竟然说话了 原来继父还处于潜伏阶段 并没有失变 没办法 他只能临时改变计划 带着继父一起离开 结果刚出门就发现 爱德把车给祸祸成这样了 其实爱德车技很好 只不过耍了点小心思 想借此机会体验一把捷豹 突然一群丧尸追了过来 继父躲闪不及 被咬掉了一块肉 显然是不能开车了 无奈之下 只好不情愿地交出了车钥匙 爱德接过车钥匙 终于如愿开上了捷豹 一脚地板油 就带着众人冲了出去 很快便来到了丽兹家 肖恩又是独自一人下车去接丽兹 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 门口有好几只拦路的葬尸 全都被肖恩娴熟地解决 然后艰难地翻窗进屋 简丽兹安然无恙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丽兹的两个朋友也在这里 刚开始丽兹并不愿意跟肖恩离开 还责怪他引来了一大群丧尸 肖恩只好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 只有躲进奔撤斯特酒吧才能活下来 丽兹将信将疑 但还是决定跟肖恩离开 随后肖恩打头阵带领几人硬闯了出去 面对成群的丧尸 他们七个人硬是挤进了一辆车中 肖恩还不忘跟母亲介绍一下丽兹 七人一车就这样去往了温撤斯特酒吧 行驶独钟 继父越来越虚弱 他深知自己活不长了 临死前对肖恩说出了心理话 其实他一直都坚信肖恩很有潜力 只是需要一点点激励 他希望激励肖恩的那个人是自己 也算是做了一回好父亲 继父的一番话直接把肖恩说哭了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肖恩和继父之间的糟糕关系 母亲和继父结婚了17年 然而肖恩却始终不愿意承认 他是自己父亲 但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 最懂自己的人是继父 父子俩之间的隔阂也就此溶解 不过一切都晚了 继父停止了呼吸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更糟糕的是 没过一会儿 继父又活了过来 变成了一只丧尸 众人全都慌了 急忙下车把继父锁在了车里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周围有一大群丧尸已经盯上了他们 把继父弄出车外肯定是来不及了 一众人只能汽车步行去酒吧 在肖恩的带领下 他们沿着居民宅周围的土路小心前进 碰巧撞上了同样经过此地的女警官冯妮 对方的阵容简直和肖恩他们一毛一样 在进行简单的会晤后 双方人马便各自离开了 随后众人发现 他们需要翻越几道围墙才能到达酒吧 顿时就打起了退堂鼓 肖恩表示 就这些小矮墙能难住我们吗 在经过一处宅院时 他们遇到了一只睡衣丧尸 经验不足的母亲看她面熟就凑了过去 其他人则毫不知情地继续走着 突然传来了一声母亲的尖叫 肖恩一听赶忙回去救母亲 一铁棍直接把睡衣丧尸钉在了树上 母亲貌似只是摔倒并没有被咬伤 但总感觉她好像不大对劲 不过肖恩也没多想 现在他们离酒吧只隔了一条街 立马爬上梯子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 酒吧周围的丧尸比别处更多 这可怎么办呀 来都来了 总不能冒着危险再回去吧 肖恩看着被钉在树上的睡衣丧尸 顿时灵光一闪 他们可以假扮成丧尸 然后穿过丧尸群进入酒吧 在进行了简单的彩排训练后 众人排成一排 学着丧尸的样子在尸群中小心前进 虽然引来了大群丧尸的目光 但好在他们安然无恙的来到了酒吧门口 谁料 艾德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居然能如此淡定的接通电话 肖恩气得一巴掌打飞了手机 拍丧尸片呢 你能不能严肃一点 然而谈话间 周围的大群丧尸已经盯上了他们 酒吧大门被反锁了 根本打不开 众人立马就慌了 肖恩刚要说酒吧还有后门 一旁的眼睛男 干脆用垃圾桶砸碎了一扇玻璃 可如果他们就这样翻进去 根本顶不住丧尸群 肖恩见状只好牺牲自己 引开了所有丧尸 众人这才安全的进入了酒吧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十分钟二十分钟 肖恩却一直没有回来 就在大家以为肖恩已经遇难的时候 肖恩终于回来了 也许他要感谢这场灾难 因为灾难的到来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没有目标 不负责任 无所事事 不念亲情的小青年了 这一刻他不再是废柴 而是成长为了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丽兹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计划算是圆满成功了 肖恩还让大家不用害怕 丧尸群已经被他引走了 可好景不长 到了晚上 这片街区终于来电了 肖恩迫不及待的去配电室核电闸 结果发现丧尸一支不少的 又全都回来了 而众人打开电视后 却发现所有频道都停播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艾德也不让人省心 他向利兹要了一个硬币 然后 完蛋 这下外面所有的丧尸都听见了 变成丧尸的酒吧老板 最先冲了进来 众人赶紧吵家伙 冲上去就开始群殴丧尸 同时酒吧里的自动点唱机 也响起了欢快的音乐 眼镜男想去关电闸 结果一顿乱暗后 不小心把灯打开了 闪烁的灯光配合着音乐 这哪里像世界末日 分明就是丧尸主题派对 好在酒吧里放着一把来福枪 肖恩一枪拖就把丧尸 怼进点唱机里 成功完成了击杀 但接下来 他们就开始面对真正的问题了 外面的丧尸群 张牙舞爪的想要进来 可这把来福枪只有30发子弹 肖恩手一滑又少了一发 赶紧重新装弹 砰砰砰 对着丧尸群射了好几枪 结果因为太紧张 一发没中 好不容易射死了一支 可突然又有噩耗传来 原来肖恩母亲之前 被那只睡衣丧尸咬伤了 她不想让儿子担心自己 就一直没说 但现在母亲已经彻底撑不住了 眼看就要变成丧尸 肖恩无奈 只能含泪亲手开枪射杀了母亲 没等众人松口气 外面的丧尸群打破门窗 就涌了进来 眼镜男最先遭殃 瞬间被丧尸群啃食而亡 而他的女友见此情景 也奋不顾身地冲进了丧尸群 只剩下肖恩 丽兹和爱德三人 被丧尸群团团包围 我靠 裸体丧尸怎么也跟来了 爱德为了帮肖恩对付裸体丧尸 不幸被咬伤 随后三个人被丧尸群逼到了吧台里 万幸的是 这里有一扇门通向地下室 而地下室里还有一个紧急逃生出口 通往外面 眼看丧尸群就要冲进地下室 爱德当即决定留下来拖住丧尸群 为肖恩两人创造逃跑的机会 反正自己已经被丧尸咬伤了 早晚是个死 不如当一回英雄 肖恩听闻也没再多说 把枪留给了爱德 然后帮他点燃了一支烟 下辈子我们还做好机友 随后便拿着一把大斧子 带着丽兹从逃生出口来到了外面 这里也有很多丧尸 而两人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可突然一阵强光袭来 原来是军队前来救他们了 士兵们对着丧尸群一阵疯狂突突突 很快就将所有丧尸射杀 而这些士兵正是女警官冯尼带领过来的 忠于得救的两人如实重负 镜头一转 时间来到了半年以后 世界并没有因丧尸病毒而毁灭 城市里的所有丧尸都得到了控制 人们发现 这些丧尸依旧保有人类的原始本能 只要将其驯化 就能和人类和平共处 并且可以指派他们干各种苦力活 媒体还为丧尸量身打造了娱乐节目 电视里的这个女人 甚至干脆和自己的丧尸丈夫住在一起 而肖恩在经历了这一切后 也已经痛改前非 浑浑噩噩的生活早已不复存在 丽兹重新回到了他身边 两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至于变成丧尸的爱德 则被肖恩养了起来 平时一有空就跟他组队开黑 这个肥宅也算是实现了自己最想要的生活 不用吃东西 没人催他找工作 可以没日没夜的打游戏 好兄弟就在身边 《僵尸肖恩》上映于2004年 由西蒙佩吉和尼克弗洛斯特等主演 是《血与冰淇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本片以视觉幽默和顽皮的滑稽感 上演了一出搞笑版的生死离别 带给了观众新鲜的体验 相对于丧尸的恐怖 片中的喜剧成分似乎更多 夸张的表演和剧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即使画面血肉横飞 但却全然让人感觉不到恐怖 总体来说 是一部看起来十分欢乐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